公民组织整理的资料显示 公正党美里国会议员张有庆 在过去71天的国会会议 只出席13天 成为缺席最严重的国会议员 但张有庆对此喊冤 表示自己是因为生病 才屡次缺席国会 张有庆昨天接受当今大马采访时解释 他从去年起身体抱恙 包括去年7月曾入院10天 前后生病三次 他也透露目前还在修养和接受治疗 入院记录及医药报告 都有成交给国会秘书处 因此并非无故缺席国会 当记者进一步询问 是否会为出席率低向选民致歉时 张有庆认为没有必要 因为他已经证明缺席原因 那就足够了 张有庆也表示 尽管还在康复当中 但希望能再来接大选 继续捍卫美里国席 当今大马早前报道 根据MyMP公民组织整理的资料 在总数71天的国会下院会议中 国会议员的平均出席天数为56.5天 除了张有庆 还有部分出席天数不足三分之一的议员 包括团结党的慕友丁和寒沙赛友丁 巫统的理查马利肯和马哈基尔 伊党的哈迪阿旺和明星党的沙贝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